《比拉日巴大师集》 第五十七篇 惹琼巴的成就 某夜 惹琼巴梦见 在路途上有一只狗 附在这一朵羊毛 又听见有个声音大叫说 写字啊 写字啊 等他们行至山顶的时候 山这边来了八十八个人护送 山那边也来了八十八个人迎接 惹琼巴就请尊者 解释此梦的意义 尊者就以歌誓约 全者辱之伴驴也 羊毛辱心调柔也 字表学问渊博也 汉教绝授歌唱也 迎送八十八人也 一夜 惹琼巴梦见 把身上的衣服脱下丢掉 然后用水洗身 自己变成了一只鸟 飞到一只树上降落 然后朝向一面镜子里看 尊者解释 脱却献室八法一 无垢口诀水洗身 慈悲鸟身斩两翼 聚二滋两而非空 降落菩提树顶上 明镜空行 世元起 又也 惹琼巴梦见 自己到齐在一头毛驴上 身上穿了一件衣服 名叫希望 尊者解释 吕表大成雄居也 到齐备舍轮回也 涅槃前面迎接也 希望众望所归也 另一夜 惹琼巴梦见 头顶上戴着一个大宝石 身上穿着一件无垢的衣服 像一面有无遮垢的镜中观望 右手拿着一个金刚柱 左手拿着一个盛满食物的炉器 自己家夫坐在一个莲花座上 身后圆光四射 周身出火 前面有一清泉 泉水不断涌出 自己的心有日月二轮 放出光明 左面有许多男女分别排列 右面有一只羊 和一个守羊的木桶 这只羊突然越变越多 竟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羊群了 惹琼巴就请尊者解释 尊者说道 这梦的意思是这样的 头上有宝上尸也 白衣嘎举无垢也 观敬耳传明心也 右手金刚崔望念 左颅空月绝寿增 连坐表示离罪障 家夫专一祝三妹 背后圆光表正悟 全容暖相绝寿生 身上火炙 表灼火 日月灿烂 祝光明 左边男女排列者 拥抚空行迎接也 右边有羊及木桶 能护自己眷属也 羊树倍增 副转增 嘎举教法 洪传也 村者接着说道 你现在 既然有了这样的征兆 从此 就不必和我住在一起 可以离去了 现在你的 红发力声的时节 已经来到 你将为自他二利 成就广大的事业 随即割倒 若穷无子且地听 心若不贪于外境 堪能尝识 筑山洞 法尔自然 获成就 执着财物 恶业根 心若能舍诸财物 无贪无浊 而行持 自然屈辱 大乐道 若穷无子且地听 轮回之根 再生之 若能斩断子女爱 一人独居 离尘亡 净土法尔 自献前 若穷无子且地听 眼前佛法 虽红阳 仍有众多 假四法 掺杂外物不纯净 上师闯离 人众多 敲舌多言 贪欲事 仔细 如阴奋大力 实善传承 红正法 如是方为 米拉子 惹穷无子且地听 如若欲得 佛陀果 莫思此生 知义乐 自心根本 明空体 时时任运 勿忘却 应使观照 常相续 修观自在 得坚固 这穷巴雅 过去 你应该住下的时候 却总是想走 现在却是真正到了 应该走的时候了 你应该到香坡雪山处 瞎坡森林 在罗若的躲进 与西藏交界处一带 去利益众生 听我歌曰 张子惹穷听复言 如今离我 而去矣 去往西藏 未进矣 我之四大徒子中 如实罪句 丈夫气 这穷无子大丈夫 顶带上师 而行喜 持续传承 实命子 守三昧夜 而行喜 少计而传 慧灯子 舍无明暗 而行喜 于具善根 作增上 于无原备 应深密 山河佛法 知心命 持大悲心 而行喜 行往南方 边界系 香坡雪山 寂静处 英王笔处 席产观 多境西藏 交界处 见寺庙西 红正法 惹穷巴 于是整理行装 然后向尊者顶礼 唱了下面这首歌 父之长子惹穷巴 医师主顾 未尽行 惹穷复位 屡城中 是金刚身 赐家之 师范天语 除罪障 无分别心 未开路 愿是身体 常康乐 惹穷复位 屡途中 上其背诱 坐护诵 三世诸佛 宗集体 众生医护 仁波切 于我离此 他去世 上其师尊 善真射 具足神通 及明辩 具足法眼 我上师 于我离此 他去世 上其师尊 善真射 见者无不得利益 巨大威力 是佛道 于我离此 他去世 上其师尊 善真射 尊者对惹穷巴 临别赠言 唱了一首 剑行修的短歌 剑者不离 己宗也 修行常住 山洞也 行者离诸 恶伴也 密剑心境 融合也 常念死亡 得果也 而啊 你在木途年 马月十四日以前 应该回到此地 这是非常要紧的 于是 尊者就赠给惹穷巴 一块金子 又传授他许多 新药的口诀 惹穷巴虽然舍不得 离开上师 但上师已经 吩咐下来 所以知道 现在必须前往魏帝 惹穷巴发愿 能再见师言 他泪言素素地 以歌启禀尊者道 尼泊尔河与恒河 地形不同流玉翼 二河水性本一味 流至大海得相遇 昔日银月各西东 绕行四周不相逢 日月光明本一味 秋日晴空有玉石 如来妙志众生心 已无名故 似不同 法身体中本一味 傲明净土得相容 惹穷此番暂离别 尊以施主 为地形 别以慈父上师尊 其善真设 常保重 惹穷巴接着 五体投地地做大礼拜 丁带师族 发下去多善愿 然后启程前往魏帝 他在霞伯森林的寺庙中 居住的时候 他的旧相识贵族女 前来忏悔 最初惹穷巴拒绝见他 但经过仁亲赵的再三恳求 惹穷巴心生怜悯 就接见了他 因为历经种种的身心苦痛和折磨 贵族女的近况非常可怜 他贫无虑追 衣衫蓝绿 惹穷巴见了 心起大悲 不觉流下泪来 当即赠给他一块金子 随即割倒 圣氏米拉足前礼 常念恩师 慈悲舍 能说善道如女士 今日不似往年人 当我回山礼师时 突见坛城中央处 有一美丽大绿玉 死乃你我争吵因 我见此欲汉毛树 惊诧感动难自己 回忆当初诗旅言 如今莫王未帝去 而今师尊贫富主 行兴随 行兴随未尽行 念此谁不敢惊喜 我父尊者一生中 事今如实如利土 临行赠我一块金 言道 如今持此句 念此感恩心欢喜 此父所赠此精快 可知佛像众多尊 由此可敬深业障 多诵真言及遗鬼 由此可敬与业障 一颗灶塔及擦擦 一知业障 一知业障得清净 内观自心得凭证 真实修观耳传诀 恒常祈祷上师尊 时时忠心求忏悔 若能一言如是行 必能承办大事业 惹穷八对贵族女 和她的舅舅心生怜悯 就收留了他们 并传以耳传之口诀 使之修行 不久 其旧之赖病得以痊愈 贵族女也产生了 善妙的绝授和证件 以后竟成为了一位 堪能利益众生的 贤善瑜伽母了 贵族女也产生的